台湾市机场捷运A22老街西站还没有通车启用 那么今天是先进行多重灾害模拟抢救演练 逼真的模拟火灾还有震灾真实发生的情况 消防局是动员消防人员前进月台层来进行救灾操演 借此提升车站通车后的安全 消防局今天上午在机场捷运A22老街西站 进行多重灾害模拟抢救演练 捷运系统有庞大的地下战体 深长的隧道 特殊的用电系统 以及众多的人潮 考验消防员救灾抢救的应变能力 针对车站的战体的各种布设 包含救灾设备逃生动线 还有一些紧急状况的处理 跟如果万一旅客受伤的时候的减伤 跟抢救后送送医的这个过程 都能够一一的把这个可能遇到的状况 都先事先进行了演练 演习情境包括地震造成捷运进站 车厢脱轨撞击车站内变电箱 引起火灾 另外还有自卫消防编组 人命疏散和大量伤患抢救等 消防人员动用各种救灾车辆和器材 还有搜救犬协同人命救助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透过这个演练能够让民众安心 那在通车以后呢 我们可以保障我们的民众都能够进出这个车站 都会非常的一个安全 消防局与捷运公司透过这次多重灾害 模拟抢救演练 让消防人员更熟悉捷运灾害 以及救援的技巧 有效训练消防员应对不同形态的紧急事件 提升他们的影变能力